整理装备器材盘店以及集合人员 为了因应土耳其发生的强烈地震 新竹市消防局的特种搜救队 最近已经完成整备作业 一旦获得中央指令调度 队伍就可以立即出发 前往土耳其进行人道救援工作 土耳其昨天发生了 类似规模7.8的强症 目前之道造成至少3800人死亡 基于人力己逆的人道援助精神 而且土耳其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曾经给予台湾大力的协助 所以我昨天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责成消防局 完成人员装备器材的盘点准备 随时可以出动来执行 国际人道救援的任务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 目前现有的特搜队成员有97人 配有各式赠灾器材设备与高级雷达 同时还有四支专业的搜救犬 搜救经验与能力都相当的丰富 我们新竹市消防局 我们特种搜救队总共有97位同仁 那有益销特种搜救队有24位 那在搜救犬部分 我们有四支搜救犬 那我们在今早已经整个整备好 随时接受中央的一个指示 随时支援到土耳其 当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 土耳其第一时间给予台湾必要的协助 如今处境相反 现在土耳其需要帮忙 新竹市消防局的搜救地凶满怀热血 也希望立刻出发 协助土耳其邓国早日脱离震灾困境 那土耳其是第一时间知道我们台湾有这样的情况 是第一时间派员抵达台湾来做资源 921大地震的资源救灾的第一个国家 那在这一次的土耳其的地震的发生 我们新竹市消防局的伙伴们知道 土耳其有这样的状况 那在基于过去 土耳其在921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贡献跟努力 那所有的同伙也非常的激动 想说兄弟有难 我们来了 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消防局随时都可以准备出勤 来做权力的资源 来为我们自己的土耳其这个国家 兄弟们的一个帮忙跟权力的搜救 新竹市消防局指出 如果中央指示调度 第一梯次将会派出20名的搜救人员 搜救全两支 后续规划也会继续配合中央指令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全力去拯救 震灾中的伤还民众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导